欢迎收看有线新闻,我是林善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外长王毅通电话 王毅表示,中美元首上个月加州会晤具有里程碑意义 目前重要任务是延续会晤的正面效应 将元首共识落到实处,巩固中美关系站稳势头 美方就说,两人强调要巩固中美 在关键问题上取得的进展 他们又讨论袈裟冲突,同意保持沟通 王毅说,当务之急是尽快停火止战 防止更大规模人道灾难 布林肯就通报,早前在中东访问的情况 证监会点名两个可疑,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并已经通知警方 包括香港数字研究院和B級 警方已经封锁有关网站 证监会已经向香港数字研究院的 网站营运商发出中止咸 要求网站停止为研究院发行的代币 提供购买服务 证监会怀疑研究院透过网上渠道 散布业务相关的虚假和误导资料 至于必及,证监会注意到公司在网站上声称 史美伦和欧冠星是主席和行政总裁 但两人实际上和公司无关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港台专访 希望区选选民多留意候选人对社区的熟悉程度 不要再有习音政治 又说社会仍然有远对抗 故意说政府只是重视国安不理其他 他认为港法荒谬 李永中报道 区议会选举星期日举行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港台专访说 选民应该留意候选人对社区的熟悉程度 他不希望再有习音政治 你很有热诚可以找问题 反映问题 还有最好你有建议解决问题 刚才我说的制定政策 其中一个是什么 你要做一个调研 如果他已经在当地熟悉 有这样的心 调研工作很快就呈现了出来 思想要统一 我们不是去再搞习音政治 思想就一定是为社区服务 令到大家觉得生活在这里 就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 李家超认为 无论是个人或是政府都有盲点 会认真对待批评 但有人故意说 政府质重国安不理其他 他认为是荒谬 可能有一些远退抗 是故意就说 政府现在正是重视某一点 例如正是重视国安安全不理其他 荒谬 假设一些表面上是民心问题 可能是经济格 可能是一些 例如土地房屋和住屋的问题 当然你不容易察觉到的 但是你知道背景就可以了 背景是没有变的 还是有人针对国家的发展 是刻意令到你不成功的 李家超强调 绝大部分的政策都没有牵涉国安 希望社会客观评价 有线新闻 李永中报道 区议会选举星期日举行 选民投票后 政府会送上心意卡 有公务员团体担心 令公务员有压力 公务员事务局说 不会要求公务员提交投票证明 心意卡只是向选民质疑 王展熙报道 政府在票站外面截打卡位 选民投票之后 还会收到心意卡 政府连日呼吁投票 尤其鼓励公务员 李永中报道 有公务员工会担心 公务员要用心意卡证明 有去投票 过去来说 我们公务员投票就很自由的 你喜欢怎么投都可以 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也不需要向主管申报这件事 因为最近期大家都知道 宣传的效应 特别是向着公务员 全体都希望支持投票 现在出到心意卡 同事就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行政 如果我真的没有空去 或者我真的没有去到的话 我会不会被人另类地去看我们 或者有什么的后果 这个就是压力 他希望当局向部门主管清楚说明 不要令公务员以至家属都有压力 公务员事务局说 不会要求公务员投票之后 用任何形式申报或者证明 派心意卡的安排只是与民同乐 这包括公务员在内所有市民对区选的支持 又说当局不会也无法监察公务员有没有投票 有钱新闻 王展希不得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 麦美娟认为 无需过分解读政府的心意卡 市民也不需要交代有没有投票 这些都是一些暖心的措施 我们是表示对于每一个来投票的市民的借意 我想大家都无需要过分的解读 因为正如我们之前 我都在一些传媒的访问 我都说过 其实我对香港的法例都是很健全 我们都是会保障每一个选民 他们有行使他们这个投票权的权利 还有没有人是需要向某人去交代 究竟他是否投票 为了方便内地港人投票 而设的鄰近边境票站 接获近13000宗登记 设于上水两间学校的鄰近边境票站 一共接获12976宗登记 占预设名额大约3成4 成功登记的选民会收到短讯和电邮确认 已经登记的选民 如果行情改变 需要直接联络选举事务处 两个女人经营假结婚集团 被裁定串谋诈骗罪成 判监3年 入境署说 集团自07年起 速成128宗假结婚 涉款超过700万 两个集团主脑分别是64和70岁 入境署说他们07年起 在屯门发展社交网络 引有朋友打机并付款购买道具 之后说服未能还款的人加入集团 和内地人假结婚 集团收取内地人5至10万元 但港人只获得5000至2万元的报酬 同案合共有154人被捕 两个主脑在19年被捕 另外有12人早前被裁定串谋诈骗罪成 我们调查发现 这个集团专以年轻人为目标 集团看重年轻人 多数未有结婚纪录 容易在香港申请俗称寡老子的 无结婚纪录证明书 在内地注册结婚的时候 也容易获信为真诚婚姻 也能够向内地人开价更高 从而赞取更可观的报酬 将军澳坑口一间安劳院舍 有电工怀疑捕电死亡 劳工署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 房协乐移居的安劳院舍 昨天做翻身工程的时候 有电工捕电 宋远抢救不治 劳工署高度关注事件 向家属致意深切慰问 已经派完调查 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 停止涉事承建商 在那个大厦的电力工作 如果发现为例 一定会依法处理 回来新闻时间 港股先跌后回升 恒指至今年低位 反弹最多200多点 市场焦点落在有回购 或者主要股东增持消息的股份 王卓恩报道 港股结束三年跌 不过反弹伐力 也没有成交配合 恒指组段跌近100点之后到升 午后升幅一度扩大至272点 收市升幅收窄至百多点 收报16463点 成交减至不够1000亿 北水淨流入56亿 如果我们要补完裂口 还差几十点 但是投资者很多时候 一美想搏捞底的朋友 他们就不会等的 斗快的 所以现在也都眼见 恒生指数 十天线都还在17000楼上 抛来这么远 怎么都会 有些技术性反弹挂 不过我想说 16138你补完裂口 16000不是抵 16000不是抵 16000只是第一个位 多只股份宣布回购 或者获股东增词之后 股价抽升 药明生物至三年低位 最多反弹6% 太股创近25年以来 最大单日升幅 金沙五年升 比亚迪董事长黄全福 建议用2亿人民币回购A股 H股升2% 虽然为来上季亏损扩大 不过憧憬日后独立造车 可以令成本下降 同时全公司计划分拆电池制造业务 股价升幅跑赢全线车股 微创医疗法可换股债 股价急错近两成半 拖累同系齐齐挨沽 有线新闻王昌报导 多谢蓝筹宣布回购和增持股份 不过分析认为 并不代表股价已经见底 利好作用可能有限 吴敏方报导 港股累创今年升低 多谢股份都结52周低位 近日几家蓝筹都陆续宣布 回购和增持计划 托价自救 因为大幅下调业绩指引 过去两天股价急错三成的药名生物 宣布回购最多6亿美元股份 相当于大约46亿港元 占已发行股份总数一成 原因是目前股价 未反映内在价值 或者实际业务前景 又或回购股份 反映对自身业务前景充满信心 太股上日收市后也宣布 计划回购最多60亿元股份 规模较去年高50% 去到2025年5月股东会 说计划符合股东整体最佳利益 同样表示可以看到 对业务展望和前景充满信心 金沙中国也宣布 和公司计划斥支最多19亿5000元 增持公司股份 管理层认为现水平可能反映不了真实的价格 或者刻意去给市场信心 让市场不要太过恐慌 各有各做 当大家看到很多 或者越来越多公司去做股份回购的时候 我们的理解方法是 不能够认为 一回购就代表见底 第二就是在一个艰难的市况去投 分析公司的前景 如有前景再有回购 才是较为优秀的 不少科技企业之前已经开始回购 包括年内回购金额创新高的腾讯 小米、快手等等 美团今个月也开始加入 回购最多10亿美元股份 有线新闻 文芳报道 港交所联席营运总监姚嘉仁认为 人民币产品在香港发展潜力庞大 正和内地部门商讨 争取将人民币股票纳入港股通 阳志聪报道 港元和人民币双跪台模式 启动将近半年 但设有人民币跪台的股票 至今不够30只 反应未算热烈 港交所联席营运总监姚嘉仁认为 人民币双跪台仍然是相对新的概念 市场需要更多时间了解 人民币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开始的起步点 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初始的阶段 所以它增幅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我想全球来说 人民币作为一个转发成为一个储备货币 它的潜能是非常之大 问题就是如果它是增量那么多的时候 香港我们可不可以有足够的产品 去承载中间的机会 我们有没有有关的人民币的风险管理产品 足够的去给它管理风险 人民币双跪台模式启动至今 在政司司长陈茂邦 港交所行政总裁欧冠胜 在不同场合都多次说到 争取将人民币股票纳入港股通 姚嘉仁说 相关细节仍然在讨论当中 这些是需要跟内地有关的交易所 和清算所作出有关的联系 和它里面的安排 有比较多仔细一些的 可能系统上的讨论 亦都是在我们的进程当中 所以我想很快我们 当我们这些进一步去梳理好 这些有关方面的安排 我们尽快去和市场沟通 除了积极开拓人民币产品 中东市场亦都是港交所 另一个开发重点 宇嘉仁说 当地有不少主权基金 亦都有长线远景计划 都有投资和融资的需要 相信港交所可以从中找到机遇 又说总部撤于沙特的 《未来投资创意研究所FII》 第一次在香港举行峰会 正好凸显香港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 有线新闻 阮智聪报道 转看下其他新闻 公展会下个星期六起 一年24日在维苑举行 为了配合夜纷纷 现场开放时间 今届有10个主题展区 超过900个摊档 今年加设售卖酒精饮品的档口 全场几百款货品 包括鱼翅和汤包等 有1元或者一折一围 援票8元 夜晚7点后免费入场 小童 长者和残疾人士 全日免费 为了配合夜纷纷 今个月23日去到随值 会延长开放至夜晚8点 夜晚10点